另外美國的億萬富豪Elon Musk 八月的時候跟巴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槓上 法院是以X平台沒有打擊假訊息為由 所以下令直接禁止X平台在巴西境內運作 直到馬斯克絞清了超過五百萬美元的罰款 如果折合台幣的話是一點六億 那馬斯克近期讓步同意支付 而且還要任命當地的法律代表 法院也重新裁定讓X平台重新運作 巴西最高法院八月以X平台不遵守法令為由 下令禁止運作除非絞清罰款 向來強調言論自由的馬斯克 這次不敵拉美最大市場選擇讓步 過去幾個月來X平台執行長馬斯克 和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莫瑞斯 因X平台的假帳號而槓上 莫瑞斯指控馬斯克旗下X平台的假訊息 干擾2022年的巴西總統大選 要求刪除假帳號 儘管馬斯克一度反批言論審查 宣布關閉在巴西的辦公室 更撤離當地的工作人員 然而在巴西祭出強硬措施後 馬斯克還是選擇妥協 乖乖繳交五百一十萬美金罰款 約可新台幣一點六億 讓X平台重新運作 巴西民眾相當依賴X平台 全國擁有兩千兩百萬名用戶 是拉美最大市場 停擺了一個多月後 對於X平台重啟復活 馬斯克經常語出驚人 引發爭議 而近在巴西讓步之後 未來是否將有更多國家同樣跟進 嚴格要求X平台打擊假訊息 也有待觀察 三億新聞綜合報導